给十三先生道歉 马上 方老 你别动了肛火 气坏了身子不知道 是啊方老 还是身体妖精 您可是我们油画界的长青术 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陈文豪 如果你今天不给十三先生道歉 以后别说是我方青山的徒弟 老师不是在说笑 他是认真的 宗师方青山的徒弟 是我最得意的称号 一旦失去这个光环 我将泯然众人意 别说什么大师 华夏根本不缺大师 这和宗师不是一个概念 对不起 你没吃饭吗 对不起 十三先生 痛不得 一开始还以为能在唐妖梦面前 在艺术水平上战胜对方 想不到自己的水平 在人家眼里只不过是菜鸡而已 十三先生 是我教导无方 让您见笑了 方老不必如此 受益是师父的事 但做人是自己的事 自己这个学生 虽然有些天赋 但却是非常善渡 而且心胸狭隘 若不是一直对我恭敬有加 也不会留他到现在 现在看来 是得好好考虑一下了 怎么老师的眼神 好像不太对 十三先生 您看一下 刚才我说的拜您为师 您能答应吗 方老说笑了 我喝的喝能怎么能收您为徒呢 您就不要为难我了 开玩笑 我收你为徒 顶着一个宗师师父的帽子 我不是给自己惹得一身麻烦吗 还是抽抽奖躺赢比较舒服 既然十三先生不愿意 方某也没办法 但能认识十三先生这样的人物 也值得 唐妖梦会长 啊 什么事 这个作品就叫做梦尼泰梅吧 送给你 哦 梦尼泰梅 桃佑梦 搞好有个梦子 莫非这位十三四 在和桃佑梦会招 表达嫌疑吗 哇 瑶瑶 太浪漫了吧 艺术的罗曼迪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表白 哎 佑梦听到了吗 你在发什么呆呢 啊 突然感觉 我的脑袋空空的 呃 唐佑梦会长别误会 单纯是送给你的 为艺术事业 尽点微薄之力 十三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幽梦你就收下吧 这可是难得的作品哦 超越宗师级别 是啊 十三先生既然都说了 唐会长你就收下吧 好吧 谢谢你十三 十三先生收头吗 我虽然年纪大了点 但是我感觉我的天资 在看到你这个作品之后 瞬间提到了天才的级别 滚 十三大宗师 收我吧 我感觉我离突破宗师 只有一步之遥 只要十三先生稍微指点一下我 我就可以迈进去 哦 拉倒吧 老的都掉渣了 要突破早就突破了 给年轻人一点机会行不行 十三先生别理他们 我带来的作品 要不您帮我看一眼 大宗师 保抗我整个罗斯 消油花的杂养 管于土命包不化罚 你有什么简简吗 我不是在做梦吧 世上怎么会有 如此完美的人 有钱有盐 还才华横溢 玩艺术的就得清高 就得看不起有钱人 结果呢 人家不光有钱 还是个大宗师 自己简直算个屁 不行 要赶紧脱身才行 小六子你在这里等等 我去买点橘子回来 好的 十三先生 先生 你买橘子干嘛 谁打我 对啊 是谁打的我 是不是你 不是我 一十三先生的 刚不是还在这里的吗 跑哪里去了 十三大宗师 当明星的感觉如何 太吓人了 这群老头像打了鸡血一样 不说我还以为他们 是武道宗师呢 现在还好 刚才有唐幽梦帮你压着 你等大赏结束后再看看 估计会堵得水泄不通 那我还是现在走吧 幽梦可是让我看好你 去哪里都要跟着你 不能让你走丢了 上厕所也要跟着 在我面前耍流氓 我一个鞭腿就抽过去 还是算了 我怕你了 十一雪 真的来了 她真的来了 我的女神 这回可算见到活人了 别挤了 都是搞艺术的注意点风度 风度你码呢 你踩我脚了 一雪 我是你的一一雪草 你的新电影 我看了四次 Oh my God 她和我打招呼了 瑶瑶这回人生圆满了 是啊 她这次来帝都参加大赏 见到男神 又见到偶像 幸福死了 喂 她这次赶什么去 这一雪想干嘛 十三先生 我采访下你 听说十三先生 现在是华夏最年轻的油画大宗师 我心里可是着实是佩服 死丫头 你这又搞哪出 皮痒了是吧 听说你送一幅名为 梦你太美给唐佑梦了 就一幅画而已 那可是超越宗师的作品 况且你为什么起那样的名字 只是临时想到而已 怎么你吃醋了呀 改天我也画一幅送给你 哼 谁吃你醋了 你又不是我男朋友 你是不是每到一个城市 都要招惹几个姑娘才行 那是姑娘招惹我 难道长得太帅 也是我的错 切 自恋 十三先生 您只有二十多岁 却在艺术上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 我对此很是好奇 您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我只要想做 就做到了 这么说 您是天赋很好了 当然 天赋不好能成为宗师吗 哦 难怪 十三先生那么年轻 就是油画大宗师 那这样 您给这些艺术道路上的前行者们一些建议吧 想成为宗师 要把自己的时间管理好 仿佛就像八爪鱼一样 好 那就祝贺十三先生 成为华夏最年轻的油画大宗师 谢谢 让我们欢迎华夏国艺术家协会会长唐优梦小姐 为我们带来古征表演 哇 这唐优梦会长可真美啊 是啊 古征配美人 美得冒泡 那股飘然灯鲜的出尘感 仿佛天边的一轮明月 让人自残惊惠 这种美人居然和十三走那么近 可恶啊 还有六爷 你怎么老是跟着我 我们赌注可是两轻了 我又不是过来拿你的 大人物跟大人物做一块 我这个小人物只能坐这里了 小你大爷啊 身价一个亿 还说自己是小人物 幸亏我抽到的古征宗师的技能 不然听不出来 唐优梦居然谈的是明长素 这琴声缠绵哀晚 有种爱而不得的感觉 并不太适合在这种场合演奏 不会吧 就送一幅画而已 不会爱上我吧 好听了 不愧是唐会长 古征宗师果然恐怖如似啊 这次打伤真死败家整英 前次除了个优化打宗师师三 唐会招又死古征宗师 太令人震惊了 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是二十多岁 这等天赋实在令人震撼 我华夏艺术阶级将崛起 感谢各位的历临 接下来请欣赏空龙宗师 为我们带来的钢琴独奏